欢迎收看自然很简单 我是思考超老师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上的是九年级国山德里花 目前的进度讲的是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的第一运动定律 就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又称之为惯性定律 这个单元很重要 它是最简单的 牛顿有三大运动定律 牛顿是谁 就是你印象中在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到头那一个 然后就想出万有引力的 那个就是牛顿 当初它是被苹果砸到 如果它在椰子树下的话 可能就没有牛顿了 好 那我们看这个这边的话呢 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又简称为惯性定律 所以我们又想说什么叫惯性定律 指的就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那什么东西呢 他这样说 当物体它不受外力 注意哦 它不受外力 就是没有外力在影响它 它不受外力 或者它有受外力 但是合力为力 它不受外力的情况下 或者它有受外力 但是合力为力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运动状态就维持不变 应该这样说啦 它的状态维持不变 那什么叫运动状态维持不变呢 就简称了这句话叫做进者和进动者横动 那进者横进动者横动 这个就是惯性定律它最佳的写照 何为进者横进 比如说这个球呢 可能好看得到呢 放在这个位置后 它不会动 就称之为进者和进 那这个时候就符合惯性定律 就是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因为它没有动 叫进者横进 那什么叫动者横动呢 这个动注意哦 它不能随便乱动 这个动一定要符合等速度运动 所以当一个物体 它呈现等速度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惯性定律 就所谓的符合这个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所以它这个动要注意哦 当一个物体 它呈现等速度运动的时候 一样符合这个条件 那等速度运动的时候呢 它的加速度一定是零 而且合力为零 再看一次哦 什么叫惯性定律 一个物体它不受外力 或者是呢 它所受的合力为零 这个时候呢 它的运动状态维持不变 怎么样维持不变 本来动的继续动 本来不动还是不动 所以称之为进者横进 动者横动 所以进者横进说 它本来放着不动的 就还是不会动 称之为惯性 不会说放着突然动起来 那不是哦 所以惯性是说 它摆着不动就是不动 那如果会动的话呢 它要呈现一种运动状态 称之为等速度运动 所以这个动者横动的动 它不是随便乱动 它一定要符合这个等速度运动 而且呢 它的加速度就是零 记得哦 等速度运动的时候呢 A叫加速度 加速度为零 这个时候呢 它也称之为合力为零 所以等速度运动的状态下 两个东西要注意哦 等速度运动的时候 合力为零 加速度也是零 是这个意思的哦 这个是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又称之为惯性定律 好那再来呢 这是那个茄利略做的一个实验 它就把那个球呢 放在一个斜坡上 放下来给它滑动 那滑动的时候呢 它发现哦 只要它那个斜坡的 这个高度维持不变的话 那滑下来之后呢 等我拿分比一下 它滑下来之后呢 从A到B的这一段 它会再做加速度 那我们假设哦 这个整个ABC 这整个这个轨道呢 它都是平滑的 没有摩擦力 我们就不考虑摩擦力 不考虑任何的阻力 所以它是没有摩擦力 也没有阻力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球放下来之后呢 从A到B的这一段 它会呈现一种叫做加速度 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到达B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那个下坡的力了嘛 对不对 所以到B的时候呢 B到C的这一段 它会呈现一种就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从B以后这样滚过来 就符合这个惯性定律 但前面的没有哦 因为前面还在加速哦 它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所以从这边放手的时候呢 静止开始移动 它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到B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个力了 那个外力就没了 所以BC的这一段 它会呈现一种叫做等速度运动 所以它称之为惯性定律 这个球就跟着惯性一直往前滚 如果这边有多长 它就滚多远 完全不会停下来 因为我们假设它是完全没有摩擦力 它是光滑的平面 这个时候考试一下考你哦 如果呢我现在弄一个挡板 把它挡起来之后 这边也是弄个挡板 不同的挡板 这是猪 这是E 然后呢 这个是F 我们设计三个挡板 所以呢 这球滚下来之后呢 它沿着这个跑 跑跑跑跑跑到这边 跑到猪 它会跑到多高 从这边跑 跑到E会跑多高 跑到C的CF会跑多高 它的垂直高度都一样高 就是说哦 你当初多高的地方放下来 你把它延伸过来哦 你当初这边有多高 那你滚到这边的时候呢 它的高度会相同 虽然高度相同 可是那个斜面可能长度会不一样 是高度相同哦 所以 大概这么长哦 大概比一下好了 这么长 所以 它的猪会滚到这么高 那E的话滚到这么高 高度是一样的哦 那F的话呢 一样 画不下了 F要再往后画了 我把它再延长哦 所以F的话呢 会滚到一样的高度 是一样的高度 可是为什么要画比较远 因为它的斜坡的坡度 会比较缓 所以它这边的长度会比较长 这样知道吗 虽然长度有拉长 但是垂直高度都相同 所以你要注意哦 它那个在滚动的时候 在平滑 光滑 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下 这球有多高放下来之后 这边就会滚到多高 跟这个斜面长度是没关系的 是高度都相同 这些的高度 都跟前面的高度是一样的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都称为这惯性定律 就这一段称之为惯性 后面就没有了 后面就没有惯性了 后面就停下来不是吗 滚到这么高停下来 然后再滚回去啊 对不对 所以只有BC这一段是惯性定律 这是那个前列做的实验 好 那我们在那个生活实力的话呢 哪些会符合惯性定律 比如说 这边写了几个 你可以把它吵起来 第一个 刹车向前请 比如说 你爸爸来开车 看到前面红灯啊 踩刹车 如果你 他 他是踩很急的话 一个 一个状态就是 你坐着后面会突然往前请 有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往前请 因为他刹车 你本来还在运动 你的状态是还要往前动 但是刹车之后呢 你本身还是想往前 叫惯性嘛 惯性要往前之后 你就往前请 不然像是我们在车在左右弯的时候 你像 往左弯 你就会往右甩出去 有没有 你不然坐巴士啊 或者是坐游览车 或者坐那个 坐那个那个爸爸的车子 他转弯的时候 他往左弯 你就发现 你又往右倾 对不对 他往右弯 你就会怎么样 往左倾 这都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另外像这个拍打灰尘 比如身上有灰尘 对不对 这样拍拍拍 这样拍一拍 这有灰尘拍一拍 为什么拍打灰尘是关心呢 因为这灰尘黏在衣服上面 所以我在拍下去的时候 这 拍的瞬间 这灰尘他本身是不动的 你拍的时候让他会动 没有 他的惯性是不动的 他突然动起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拍打灰尘 是一种惯性的呈现 不然像有时候我们看那个西餐厅 他表演一招 就是 他把那个餐盘 餐具 都摆好之后 然后服务生过来 他就把那个桌店这样一抽 有没有 那抽的时候呢 那个水杯啊 那盘子啊 都还在桌面上都不会动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是惯性 因为那个在抽的瞬间的时候呢 这个盘子跟水杯 他还是惯性是维持不要动 所以瞬间把那个桌巾给抽走的时候 他还是维持是不动的 一样符合这个惯性定律 对不对 那另外像这个 快跑停不下来 什么叫快跑停不下来啊 比如说我们在跑100公尺 100公尺到那终点的时候 你不可能瞬间停下来吧 你就缓冲个几步才停下来 为什么 因为惯性 你有个惯性在 导致你无法马上停下来 包含像这个挥笔撒末 那什么是挥笔撒末 比如说你在那个毛笔课 或是那个美术课 做那个画那个水彩笔 或者是写毛笔 那最后不是要把那个笔洗干净吗 洗干净的时候要把它甩一甩 你在甩的过程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子 你在甩成就是毛笔好了 你在甩的过程是不是很用力 这样子 然后在瞬间停住 你在甩的过程的时候 这个是保持一种运动状态 到这边的时候瞬间停住的时候 这个水啊 它还在运动 它这个惯性怎么样 就甩出去了 所以那种挥笔撒末 就是我们在甩笔啊 甩那个墨水 把它把那水甩干的时候 也是利用一种惯性 然后把水甩出去 那另外呢 像这个摇树落果 什么摇树落果 像我们小时候去偷摘那拔拉 对不对 不是啊 我们小时候看到路边有拔拉 不知道是谁的 我想说应该是可以摘 我们把它去摘它 可是很高啊 摘不到 我们就是一摇那个树 一直摇一直摇 那摇的过程的时候 那个拔拉 就因为这个树 树枝的拉扯 它就扯断了 就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拔拉本来不想动 它是惯性 它不动 可是树枝很 摇晃很大的时候 它会想去扯动 对不对 就拉动那个拔拉 它就扯断掉下来了 所以一样 这个是符合惯性 以上这些都是符合这个 牛顿低运动定律 又称之为惯性定律 这边有没有问题 假设从10公分的高度往下滚 它滚来滚去都会留在10公分 是的没有错 如果呢 这个是完全光滑 没有摩擦力的话 它就符合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称之为惯性定律 这个球就会永远不会停下来 一下滚到这边来到最高 又滚回去到最高 又滚回来到最高 它的高度维持一样高 如果假设它是完全都没有摩擦力的话 它会这样子 不会停下来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啦 一定有什么空气阻力啊 又有摩擦力 导致它一定慢慢的就会停下来 但是只要它能量没有损失的话 它就维持这样的状态 一直在运动下去 那这就称之为惯性 我看那个在讲义的40页来 那这个单元其实很好学 它不难 尤其是这个第一单元 这个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这惯性定律是很好学的 来我们看那个40页来 发现很多题目都送分题 你只要懂它的意思之后 很多题目都送分题 所以你很放心的去拿这些分数吧 来看看第一题 下类合者呢 并非是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的实力 AR说火箭排放气体燃料升空 这种火箭排放气体升空 或者是冲天炮将升空的方式呢 都不是惯性 因为它是用外力辅助它 持续往那边飞的 那它也不是一个惯性的 也不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所以这都不是惯性 那答案就A就不是了 这个属于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 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后面再来讲 所以这答案就A不是 像这个B它说 公车突然刹车 乘客会投输 不是啊 乘客会向前请到 这是一种惯性 对不对 那其它说 用棍子打棉被 可以除去灰尘 这一样是惯性 因为灰尘不想动嘛 你拍棉被的时候 灰尘被你扰动了 它瞬间离开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布的那个表面 它就是离开那个布了 这是一种惯性 再来呢 不受外力作用的小球 会维持原来的运动状态 一样都属于关系 好 再来看那个第二题 一把闪呢 居然一把闪挂在公车内 车内是没有风 闪可以自由摆动 它说闪摆动的情形如附图 它有三个图 然后哪一个图形呢 可以代表说 这是一部正在向着东方启动的公车 它有一个箭头来 第二题 我简单化一下 它的东方是往这边 这车子是往东方走 那雨伞呢 它这样挂着 我把那个三个雨伞的状态 稍微挂给你看 雨伞 这是雨伞 你认为呢 这个雨伞的呈现的状态 哪一个就符合了 它的公车 是往右边 往东方在移动 就很明显说 这个公车 我知道说它有在动 而且往东方动 答案是哪一个 给你选 这个是甲 这个是乙 这个是丙 如果这个车子 这个公车 它是往东方移动的话 你这样子动 这雨伞 如果这样摆的话 它势必变怎么样 不会变这样 会变这样 所以答案选的是丙 它会变这样 所以这个状态 我就知道说 这个车子 它是往东方在移动 这样会不会 如果这个情况什么意思 如果它往东方移动的时候 突然的刹车 雨伞就变得这样摆 对不对 这关系嘛 其实我们再稍微观察一下 一些生活的一些状态 是符合我们的一些说明的 好 这什么情况呢 这个时候呢 雨伞如果这样摆的时候 它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 这公车本身没有动 所以雨伞就没有摆动 第二个 这公车正在做 等速度运动 比如说一直往东 然后呢 速率维持不变 方向维持不变的时候 它是用等速度运动 而这个时候 雨伞它本身也不会晃动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雨伞 如果这个状态的时候 只能代表说 公车 它是一种惯性 在移动中 也可能是它停止不动的 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这个 第三题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题目说地震发生的时候 很多的桌椅跟物品 它都会左右的晃动 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跟地板粘住吗 当然不是啊 因为是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叫惯性 它本来就在地表的表面 或者它本来就在桌面 或者它本来在地板上面 它本来是不会动 地板动起来之后呢 它本来不动的 它跟着要动的 它就开始晃动 有没有 所以称之 这个就是所谓的 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好 所以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为什么东西晃动 因为这个是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就是惯性定律 好 好 再来第四个 地震发生时呢 很多的 不是 讲过了 第四个 一人在沿着水平方向 一个人在沿着水平方向 等速行驶的火车垂直跳起 这人会落在车上的何处 你想象一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火车 火车如果在做直线运动的时候 它都还在等速度行驶 就直线运动嘛 何谓等速度 它的方向不变 速率没有变 一直走直线 所以火车的等速度运动呢 指的就是直线运动 这是火车的某一节 这是火车某一节 然后人在这里面 你想象一下 如果火车的方向呢 它是往北走 这边是北好了 这边是北方 一路北上 这个时候呢 你的座号 这边是边号是1号好了 1号的位置 这边2号 这边3号 这边4号 很多号了 好 那你在1号这位置 你再走到旁边 你就站着 然后原地的跳起来之后 再落下 这个时候 你的位置 会跑到后面去吗 还是往前 还是没有变 答案哪一个 答案当然就是 不会往后推 知道吗 太恐怖了 你今天在坐火车的时候 因为火车在动 你也跟着在火车里面一起动 所以火车的惯性 就是你的惯性 火车的速度 就是你的速度 所以今天火车 如果它已经跑到了 120公里 每小时的时候 这个时候在车内的你 有个惯性在 它的速度也是120公里 每小时 对不对 所以当你瞬间跳起来的时候 一样维持那个惯性 是120公里 每小时 再落下 所以你根本就是 位置不会动 那什么时候 你跳起来的时候 位置会动呢 除非后来 一个状况 火车刚启动的时候 如果这些火车 它正在从这个往北的方向加速 你就会从1号这边跳起来之后 再落下 可能跑到2、3号去了 为什么 因为火车的加速度 比你还要快 你本身是没有在加速 你跳的瞬间的时候 就已经失去外力 事实上重力在吸引你 所以跳下来之后 因为火车它在加速 你的座位就会往后面跑 这样知道吗 假设你今天在3号位置好了 你在3号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然后火车在进站 它正在刹车 那刹车的时候 刹车 它在刹车 那你这样瞬间 从3号跳起来 这会怎么样 你就会跑到1、2号去了 你会比较前面 为什么 你看 我的方向这边 这边是北上 然后火车在刹车 那我的速度是比火车快 所以我跳的瞬间的时候 火车的速度比我慢 我就会比较前面 所以这个时候 人就会跑到1号、2号去 这样有概念吗 所以以上都是所谓 惯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好 再来看第5题 第5题的话 我先把这个图画下来 因为它讲的是一个轨道的问题 如果今天是刚火车那一题 火车在做等速度运动的时候 假设我们再补充刚刚那一题 同学这个问的蛮好的 这火车 火车或巴士没关系 方向往这边 然后呢 这边放了一颗球 这球放在这个位置 这球 如果这个车 已经在做等速度运动的时候 这个球的位置 它当然不会动 对不对 如果这个车正在加速的话 这个球 它本来这个位置 它要往这边滚动 为什么 因为它在加速 一样的道理 如果这个车在刹车的话 在刹车 正在刹车 这个球怎么样 它就往这边滚动 这是符合我们一个生活状态的观察 都是一样属于观星定律 这样有没有问题 第5题 它题目是说 卢富途呢 它是一个弯曲的轨道 那这个是钢球 那小钢球跟轨道之间呢 本身没有摩擦力 然后也忽略空气阻力 所以这个很神奇的设计 它的轨道本身没有摩擦力 也没有空气阻力 那小钢球呢 它从ABC 三个点释放 那问你说 哪一个点 它释放完之后呢 那个球可以顺利的滚到 滚到这个位置 H的位置 没有写到好 所以你看哦 它有三个选择 ABC的哪一个地方放手之后呢 它可以滚到H来 它答案说有以上皆是 你认为ABC的答案都可以吗 答案只有谁可以 答案只有A可以 为什么 因为滚动的过程的时候呢 一定要克服这个点 克服这个最高点 这个对过来哪边 只有A符合 所以你放B的话呢 它没有摩擦的情况下 滚到这边的时候就停下来 就是B的位置 就往回滚 为什么 它到不了G啊 对不对 所以只有A的这个 放手之后呢 才能够顺利的克服 经过G点之后 又跑哪去了 告诉你 如果没有摩擦的话 不是到H 它甚至比H要高 它会跟它一样这样对过来 会跑到这边来 好 这个是Aplan的位置 比如说你从A放手的话 如果这个后面还有可以跑的话 它不是跑到H 它连Aplan都可以跑到去的 这样知道吗 当然题目是说 要跑到H 那没问题啊 只要A放手 一定可以跑到H 为什么B不行 因为到这边又停下来了 为什么C不行 一样的情况到这边停下来 这样知道吗 好所以答案只有A才可以的 好所以答案选的是A 好看那个第六题 他说呢 何者它不是惯性定律的实力 A他说 喷射飞机的引擎向后排气 然后飞机要往前往前冲 这种透过一种作用力在冲刺的都不是惯性 我们说惯性它怎么样 它是没有外力 或者是所受的外力合力为0 好所以那个A就不是惯性 好所以他刚刚说何者不是啊 答案A就不是哦 像这个B呢 拍打板叉去除去粉笔灰 这是符合惯性 好 那即使的汽车突然停止 车上的人会往前行 一样是惯性 好 火车突然开动了 旅客会往后请 一样是惯性 有没有 这都属于惯性的定律 好看那个第七题 第七题题目是说呢 小玉看见椰子树上 长满了椰子 用力摇晃椰子树之后呢 结果掉下一颗大椰子 此时小丸子 骑脚踏车刚好到达 紧急煞车 冷却冲离了车子 撞到了树 那双手沾满了树枝 他用手 将树枝甩掉 看见掉落的椰子在旁边 生气拿起 树枝挥棒将椰子挤出 不掉打中的树干 又弹回到小丸子身上 真是忽不担心啊 好说上述文章中 跟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有关的叙述 共有几个 这题目你要详细的看两三遍 我会很快的练过一遍 如果你有题目要好好的看过一遍 他就说 哪些的描述是符合惯性的 我们再看一次 小玉看见椰子树上长满了椰子 这个没有关系 好再来 用力摇晃椰子树 结果掉下一颗大椰子 这符合关系的啊 你摇树落果 我刚刚说嘛 你摇动那个树 果实落下来 这个是关系 所以这个就符合 第一个 这个时候小丸子呢 骑早上车刚好到达 然后紧急踩煞车 踩煞车的时候呢 人却冲离车子撞到树 你看 他踩了煞车 但是撞不住嘛 然后人又撞到了树 这是一种关系 你为什么撞不住 因为车子速度还在啊 你撞不下来 那是种惯性 然后这个时候 双手张满了树枝 用手将树枝甩掉 你用手去甩那个树枝的动作 一样是利用惯性 你手在甩的过程 瞬间停下来 没有 让水就 建设出去了 撒出去了 所以这种惯性没有错 有三个 他要生进的拿起地上的树枝 灰棒将椰子集出 你拿树枝去集 打椰子 集打椰子 这不是惯性 这是有外力战 然后呢 这椰子呢 他集中了树干 又弹回来砸到小丸子 这一样不是惯性 这是反作用力 所以答案只有三个有 答案选择是B 好 这是那个 第七题 好 看到那个41页的第八题 第八题 问你说呢 各物体的受力情形 何则属于静力平衡 第八题 这边讲一个东西叫静力平衡 你把它抄下来 抄在前面的笔记 因为刚刚这个我没有讲到 所谓的静力平衡的关键字就是静 它这个静是完全的静子 静力平衡是静子 有时候完全静子跟一般的静有什么差 有一种状态是在原地旋转的 它一样会符合我那个所谓的合力为0 合力为0的时候呢 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完全都不动 或等速度运动 或者是原地打转 原地打转是因为它的力举不是0 会不会跟你解释 所以这边讲的静力平衡是说 它是完全都不动 也没有旋转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要挑答案 挑哪一个 我们答案会选到这一个 就是那个图案 它是两边都给它一样的受力 一样的长度 这样去拉它 它就会呈现静力平衡 它就不会动 如果今天是这样子拉的话呢 有个选项是这样拉的 它会原地旋转 原地旋转虽然一样符合合力为0 但是呢 它就不是静力平衡 所以所谓的静力平衡是完全静子 叫静力平衡 那原地旋转的话 原地旋转虽然符合合力为0 但是它就不是静力平衡 所以答案选的是这一个 好 看那个第9题 好第9题呢 它题目说呢 下列针对汽车的某些装置跟行驶的相关规定 哪一项是跟惯性是有关系的 A它说车辆靠右边行驶 我们开车车要靠右边不能向左边逆向 这是法规的规定 这跟这个惯性没关系 那B它说汽车驾驶员 驾车行驶要吸安全带 为什么要吸安全带 因为怕在危险发生的时候 我们人有惯性在 你没有去吸安全带的话 你可能就被甩出了车外 对不对 所以那安全带是保命用的 所以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吸安全带 会比较安全 因为怕有些突发状况 你无法去预料 什么叫意外 意外就是你想不到的 这意外 想得到就不是意外了 所以那种意外发生的时候 安全带可以保命 这样知道吗 所以是符合惯性没有错 答案选的是B 其他答案都不对 什么C 它说汽车坐垫既大又柔软 这跟惯性哪有关系 那猪肉说 红灯停绿灯行 这个是法规 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答案选的是B 好第四题 就我们刚才讲 切绿链滚动钢柱的实验 它说我先画图好第四题 它求这个是A 然后这个是B点 然后这个是C点 BC是个水平面 提供总问的 他说如图呢 它的AB跟BC间 都是完全光滑的平面 所以这个都是光滑的平面 然后呢 小球从A点自由落下 这样滑下来 而且它都不考虑空气阻力 因为是光滑的平面 所以没有摩擦力 而关于小球的运动状态呢 何者正确 我再说一次哦 它从A到B的这一段 它做的是一种等加速度 或称之为加速度 速度越来越快 那到B之后呢 BC的这一段 因为没有外力了 它会呈现一种等速度运动 所以BC这边是等速度运动 只有AB这边属于加速度 那A它说 小球在AB的斜面上 所受合力为0 不是吧 它在AB这边还在加速 合力不是0 它速度越来越快 那B它说 小球滚到C点的速度 大于B点 不对 它的BC两点都速度相同 因为它做的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这球在滚到这边的时候 跟滚到这边滚到这边 它的速度都一样 是相同的 那C说 小球在BC平面受到重力作用 合力不为0 错 它一样合力为0 那猪说 小球在BC的平面上 是做等速度运动 正确没有错 因为是光滑的平面 不考虑空气阻力的话呢 它会呈现一种等速度运动 滚过来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好看那个第11题 它说利用暑假呢 去参观 那个电影哈利波特的拍片现场 以下是他在片场所观察到的 各种的情形跟状况 何者跟惯性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说 导演要求哈利从东向西 加速行驶的火车上跳下来 继续向西奔跑 以避免跌倒受伤 什么状况 它的火车是东向西加速 然后呢 它跳的时候呢 它继续向西奔跑 以避免跌倒受伤 这是维持它的惯性嘛 叫做跳火车的时候 你要维持那个惯性啊 对 那火车不能乱跳 讲老师一个悲惨的一个经验 以前老师在那个高中的时候啊 去半年以后 就找一些有男生有女生 我们去那个新竹的七顶海水浴场 印象很深刻 然后坐火车 我们坐的是普通车 那时候有普通车 现在没有普通车 普通车就是那种火车那种比较 淘汰那种等级的 已经不见了喔 它那个每个车厢之间 会有一个就是下车的地方 那地方是没有管制的 它也没有什么门 就是你可以靠在火车旁边 还可以在那边吹风这样 现在想想很危险啦 不过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喔 那火车快到站的时候呢 我们就做个动作 就是会跳火车 怎么跳呢 火车快到站 快停之前 不是快到站 到站快停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顺着火车的方向跳下来之后 就踏个几步 垫几步 就很潇洒的会跳下来 那个时候呢 老师也是这样做 就太新奇了 火车刚到站 速度还很快 我认为OK的 我就跳下来 一跳就跌倒知道吗 就滚好几圈了啊 那时候手都有擦伤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的速度 跟火车的惯性是一样 那我跳下来之后 我的脚来不及去 把那速度给维持住 我就滚起来了 虽然是很危险的 这种行为就不要再做了 我已经做过了 你们就不要做了 那是很悲惨的经验 好 刚才讲的是跳火车 所以这也是啊 所以他是说他在表演 他在演戏 那从那个火车跳下来的时候 他必须维持那个速度在 他才不会跌倒 不然他直接停住的话 他就会打滚了 那逼他说 荣恩呢 用力摇动魔法 果园里的榴莲树 结果被掉落的 超大颗榴莲给砸伤 对嘛 摇树落果是一种惯性 讲那么长 那是他说 妙力骑着 时速60公里的飞天哨把 在空中飞行 哨把突然失控 向前加速 妙力的身体会向后勤 没有错啊 你突然加速的时候 人就会向后勤嘛 就像我们做那个什么 做那个云霄飞车 对不对 我们在那个 往下冲的时候 过程是有点往后勤的感觉 因为他突然的加速 你就往后勤嘛 好 好 那猪他说 金泥不小心跌坐在地板上 那猛力的撞击呢 导致整个屁股都淤血了 那这个跟关系没关系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好 我本来有规划说今天可以上得完 我发现还是题目有些多 那我讲得比较也比较清晰 想说讲清楚来了 就不要为了感客感客 那我就慢慢讲 那今天讲不完 我们就礼拜五再继续 好 那就今天上到这里了 拜拜